国阵旗下有13个成员党 那一旦大选要来到的时候呢 就需要竞选资金嘛 上华月报告早前就爆料说 各国阵成员党他们的竞选资金 其实呢都是从首相纳吉 个人银行账户拿到的 而这些钱呢 更被怀疑是辗转自 一马公司还有SRC国际公司 其中还提到国大党 他们把1900万令吉放进口袋了 那被人点名拿了这么大笔钱 国大党主席苏玛莲 他今天出席活动时 就亲自回应了这件事 国大党主席苏玛莲 今天早上为雪州交赖黄冠城 但小进行共土仪式之后 被在场的记者问到 有关竞选资金来源 是否来自首相纳吉 私人户头时他表示 该党拿到的资金是国阵给的 那得到自家人的竞选资金 这本来就很正常嘛 记者大哥大姐们紧接着推问苏玛莲说 会不会担心有关竞选资金 是来自1MDB一马公司 或者是SRC国际公司时 他反过来提醒大家说 这是没有获得重实的指控 李边香曾经领导马华17年的 前马华总会长林良时今天表示 在他从1986年至2003年 领导马华期间 他从来就没有获得 时任首相马哈迪的任何重置金援 理由是当时的马华拥有足够的资金淫淡